手套股出现雄伟的信号 今天果真上了 手套股可以抄底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谷歌讲过的栏目 今天手套股专题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手套股到底是一直有 还是真的要反转了 如果说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现在热点已经转移到房地产 还有建筑方面 如果说你还是 有其他的闲产资金是吧 还是可以考虑投一下 或者说不光是钉在手套啊 手套股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就不行 对不对 嗯不能谈恋爱啊 不能跟股市谈恋爱 更不能跟股市结婚 对吧 就是哪有钱乱就去哪 哪个行业上就做哪个行业 这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应该有的一种 呃策略的变换吧 从外资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上上个礼拜五的话 外资开始流入了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随着半夜底的到来 那么看到大量的呃 大量的公司在爆出 二季度的财报啊 其中像房地产啊 包括航空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作为应该复苏比较慢的啊 最后一批的复苏的公司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实际上今天手套股表现并不亮眼 但是它呃是今天是排在了第六位 基本中间的位置 占最多的 像比如说这个property啊 construction啊 还有这个energy industry啊 都占了1%以上 property占了3.76% 那关于这个伊斯坦达 包括森林城市是吧 大消息不断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板块指数 上个礼拜我们的周复版内容都讲到了 呃出现了加速三市啊 出现了三市的情况 是不是 那么三市呢 我们又叫它是雄雄伟 如果雄伟出现了以后 呃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起的话 就是很好的现象 从高点你可以看 高点是从半月二号一直到八月底了 基本上整个月都是下跌的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趋势状况 那基本上也是在下降的第三浪里边 是不是 下降三浪完了之后 容易是四 就要反弹一下 不过从大资金角度来看还是没有的 所以说是不太乐观的 另外从布林县角度来看就是 今天盘中有冲击中轨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过 不过好在它已经突破了印住一半 这个还是不错的 如果明天继续涨的话 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让我们看一下60分钟 60分钟这边呢 还是没有出现机构 那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高点连起来 那么接下来比如说明天 或者未来 啊它的阻力位呢 就已经很清楚了是吧 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另外基于目前的情况呢 我们要去检验一下 这次它过掉是吧 过掉上轨 然后回来没有撑住 在中轨这儿没有撑住 现在又是过掉上轨 然后回来是吧 看一下明天前两个小时 有没有在中轨线的位置撑住 撑住的话容易再起 撑不住 它就会继续往下走 是不是 好这整个板块 我们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个股这个7113来讲 就还是不错的 今天是涨了两个点啊 现在目前整个布林线脚 布林线这个通道线呢 它就有出现 有出现横摆的情况 然后下边的资金呢 是有出现了 然后如果说我们看 昨天那是零啊 今天变成一点158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60分钟 60分钟这边确实也是在住一个小双底 是吧 实际上上一周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谈到这个位置的阻力位呢 就是过不到就要小心啊 实际上今天你看盘龙 它有尝试到达这个位置 但是没有过 是吧 所以说还是一个双底的位置 不过好处就在于这个紫线 已经金叉了这个蓝线 说明它已经金叉了啊 是比较好的现象 当然目前呢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上轨 是吧 突破不了上轨呢 还是不太好的 所以说最好能够明天继续在 牛道里边运行 753今天涨了1.5 涨的不是特别多 下边的外置有增加 MACD这边也有出现积极的信号 润二分钟图呢 也是有一点要起的意思 大资金这边呢 比前面要高 但是也是没有过到前面的高点 这也是明天要注意的点 是吧 今天处于到前期高点的是 冲高回落 而且这个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 说明空方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Supermax Supermax上个礼拜五大跌是吧 我们说出现积极之后容易反弹 对吧 今天确实反弹了 但是反弹的力道不够 没有过到阴住一半 起码九分八的位置 更没有过到布林线中轨 下边的大资金来看还是零 MACD指标呢 还是空头排列 然后再来看60分钟 60分钟这边呢 就是出现不破不立 但是如果最终没有办法突破 第一根阴线 它的开盘架还是会震荡往下走的 所以明天也会继续看 第一根阴线的开盘架 八毛钱是否能够突破 突破得了的话就还行 突破不了的话 可以继续震荡 或者说往下走 我们看5168 5168呢 还是一天嘛 对吧 还是一天的阳线 但是它这个两个阳线出现的时间呢 是反而就是频密了 是吧 目前呢 你看实际上这是什么情况 阴阳阴阳阴 是吧 这是阳阴阳 按这种模式的话 明天应该收阴线是对的 对吧 一旦明天收了阳线 那就代表整个下去就可能会结束 前面在这儿有出现过两天的阳线 是吧 然后目前呢 这个大资金的机构搓盘线 接近到零 而且红柱有增加 今天出现了一个蓄势东升的蜡烛组合 也就是高开高走的情况 并且突破了中轨 所以明天如果呢 收一个阳线 代表这个蓄势东升是有效的 接下来会出现一波快速的向上 如果明天不幸的是 继续收阴线 那就会继续震荡 从这个文章图来看 是有积极的表现 我们下边的MAC的轻度来看 是有变长的 而且如果说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这边呢 实际上是已经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对吧 然后等它回踩 不创新低容易 开始往上走 这个是四大天王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看一些 小型的手套 比如说0163 0163这边呢 今天也起了 盘中还仗的蛮不错 但是最终的收盘是收在布林线 中个线以下 下边的外资有增加 散户有减少 大资金还是没有出现 然后我们看一个7191 7191这边呢 是收了个十字 目前来看没什么起色 还有一个是7803 7803今天下跌了 然后从无论是周线还是日线 还是分钟图都不太乐观 那2127呢 2127这边实际上也比较差 是吧 它在整体上情况还是偏向于保守 偏向于继续震荡 从620分钟图来看也是继续震荡的格局 大资金不多 并且呢 虽然说 这个MACD在零周线以上 但是有一天又要死差的感觉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关于手套股的讲解 那如果说你想抓到这个热点 是吧 除了手套股 到底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操作 那我们实际上在上周五的话 讲了政府的工作新方向 周选过后是吧 目前又恢复了之前的这种 激进的一种改革方向 是吧 如果说没有把握好政府 未来的工作方向 那可能会错过很多很多的超级大牛股 那上周六我们讲了两大投资路线和三大投资主题 一定可以帮我们 把握到接下来的市场的热点 如果说你想收听这个video的话 就扫码回复一下V 好吧 我会给你发这个视频 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